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小點在第二頁這裏 財務報導的觀念架構 就是在講品質的特性、原則、假設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裏也是每年必考,這裏至少會考一體出來 那我們財務報導是什麼東西?這個觀念架構你旁邊幫我注明一下 這個觀念架構是什麼東西?這個觀念架構是國際會計 準則 什麼會?以前叫委員會,現在叫什麼會? 理事會,對,叫理事會定的 這個IFAS就是他們定的 然後呢他覺得 特定的事項,我們弄一號公報出來 像今年最新的IFAS9號 公佈下去,所以我們的呆帳會計項目才會改 我們的投資的會計項目才會改,就是因為他發布了新的公報 所以呢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除了發布公報以外 制定公報以外,他還有 發了這個東西叫做財務報導的觀念架構 觀念架構基本上來講就是 當你遇到問題 不太知道要怎麼處理的時候,因為我們的 準則沒有規範那麼明細的時候 用這個架構去指引你如何處理 對 就是一個 純觀念的東西 所以這個單元很辛苦 很多東西啊 題目一考出來 問你 問你這符合什麼假設或符合什麼原則 有沒有 一件事情 一個會計的處理,可能同時牽涉到兩個 假設或兩個準則 你自己要選最match的那一個 OK 好 那這基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先來看 第一個 那財務報導的 目的 決策有用性 對 後面括號幫我寫上 寫什麼 最高品質 對 所以財務報導的目的就是決策有用性 古時候我們稱它為最高品質 可以 好 再來 為了稱這個最高品質決策有用性 我們必須具備基本品質跟什麼 跟強化性品質 那基本品質有兩個 攸關性跟什麼 可靠性 這個呢 你書上很多 我這裡就沒有註明 來攸關性是什麼 一起來 好 與使用者的決策有關 可以怎麼樣決策 使用者的決策 可以怎樣 改變 對 可以改變使用者的決策 我們稱為 攸關性 啊如何做到攸關性呢 它要有兩個條件 對 自己寫 兩個 哪兩個 要預測價值 還有什麼價值 確認價值 然後隱藏版 對有一個隱藏版的條件叫 重大性 對 所以為了 具備攸關性你要有預測價值可以幫使用者預測未來 好 那確認價值呢 就是可以幫助你證實過去的預測是否 正確 可以讓你做修正 好 那重大性 什麼叫重大性 你應該常常聽到 就是 基本上 金額越大的東西它 越重要 金額越大越重要 那比較不重要的東西怎麼辦 重要的東西 嚴格遵守 嚴格遵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不重要的東西呢 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處理 對 最有名的例子 買入鐵錘一把你會計資產還是計費用 當然直接計費用啊 哪個豬頭會把它計資產然後分連題則就呢 這就是因為它很便宜 OK 所以 重大性的考題其實很明顯 他就會跟你講 用簡單的方式去處理 前提是這個東西相對不重要 一般來講就是金額比較小 OK 好 所以呢 重大性指的是 這項資訊會影響使用者的決策 你要影響使用者 才有可能會改變使用者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攸關性有一個隱藏的條件叫 重大性 我們一般稱它為 會計資訊任列的什麼 門檻 對 好 那 這是一貫關性 再來忠實表述 忠實表述就是實話實說 我們講的跟事實差不多 實話實說 譬如說 怎麼跟同學形容我自己呢 長得帥氣 又高大 人又很好 對不對 很像什麼呢 很像黎明浩 大家講的不是我講的 好 這個叫忠實表述 OK 好來 那再來勒 那忠實表述要有三個條件 哪三個 第一個是 完整性 沒錯 第二個呢 中立性 第三個 免於錯誤 對 完整就等於充分揭露 該讓人家知道的事情你要讓人家知道 對不對 事情要講完整嘛 才會接近事實嘛 你如果只有講一些 其他東西都漏掉那怎麼會跟事實一樣呢 所以 第一個完整性 第二個 中立性 會計人員要根據事實來記帳 你不能說為了吸引人家來買你的股票 就把金銀弄得大一點 有沒有 基於某種目的 去誘導使用者 這就違反中立性 第三個 這個免於錯誤 當然了 你在處理資料 會計資料的過程要細心 但有些東西難免我們要加以估計 對吧 我們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掌握真實的資料 譬如說 估計有多少帳款無法收回 是不是要估計待帳率 對那就是估計的 那你估計的時候小心一點 就可以免於 錯誤 OK 好 那基本品質 攸關性跟 中時表述 再來 如果不夠力 因為有時候攸關性跟 中時表述難以驅塞 因為有時候會相互衝突 所以我們必須再靠強化性的品質來 幫忙 強化性的品質呢 嗯 有誰 三可一時效 哪三可 可 可比性 可 可驗證性 可 可了解性 還有呢 時效性 OK 那可比性就是可比較性 OK 從 幫助我們把兩組 經濟情況區別它的不同點 一般來講 怎麼比較呢 同一公司 不同年度 或不同公司 同一年度 OK 所以你要比較 比如說同一公司不同年度 不堅做比較 你要有一個前提 什麼性 一 字 性 對 所以有人說 可比性 包含 一字 可比性 包含 一字 是的 好 第二個 可驗證 顧名思義 經得起考驗 不相信你問他嘛 誰來做結論都一樣 這個叫可驗證性 OK 好 來 不同的獨立觀察者 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 我們稱為 可驗證性 那第三個呢 可了解 你要人家看得懂嘛 你講的東西才會跟事實一樣 所以簡單來講 可了解性就是 簡明 易懂 簡明易懂 最後 時效性 我們資訊不管多攸關多忠實表述 是不是 你一定要在人家做成決策之前 怎樣 做成決策之前 及時 提供嘛 你如果做完決策再講那就沒有用啦 就失去時效性 對 然後呢要注意到一點 不管是 你的 這個攸關性還是忠實表述啦 這個基本品質 或者是強化性品質 我們在 取得提供任何一項資訊之前 都要注意到一個限制 什麼限制 成本限制 何謂成本限制 又稱為成本效益原則 我們任何資訊的提供他的效益要怎樣 大於 成本我們才值得 提供好的 好 那這是 這個 品質特性的部分 多花了一些時間講 因為這個東西同學比較模糊 好 那再來呢 基本假設 來你們看到我講以上的 來畫起來 財務報表的基本假設 有沒有看到 兩個 不是一堆嗎 怎麼會只有兩個 對 剛剛有提到 財務報道的觀念架構 誰訂的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訂的 他訂這個是提供一個指引 先跟你講一下 如果他跟 公報 什麼 幾號幾號公報有衝突的時候 就是IFAS有衝突的時候 他不等於IFAS 他跟IFAS有衝突的時候是以IFAS為主 因為IFAS是針對特定的 項目 特定的處理 他教你怎麼做 這個觀念架構只是一個指引而已 好不好 他只是一個精神 所以有衝突你還是以IFAS為主 好的 好 那這個觀念架構裡面提到的假設只剩下兩個 就是繼續經營跟什麼 全責發生基礎 也就是 因 基礎 其他的公報 這個 其他的在觀念架構裡面沒有提到 但不代表不能考 好 那我們把他的重點講一下 繼續經營 在看得到的未來不會結束 所以時間怎樣 時間夠長 時間夠長 好 就是因為時間夠長 所以 我們呢 可以把設備分很多年來提著就 對不對 時間拉好長 才可以分成短期跟什麼期 長期 就是因為會繼續經營下去 所以我們的資產在帳上用什麼價值 帳面金額 而不用什麼價值 而不用清算價值 當然 如果有一天證據顯示你已經經營不下去了 那我們當然要用什麼 改成 清算價值 是的 好 那就是繼續經營 那全責發生基礎沒有問題 喔 我們 不是看現金的收付來任列損益 而是看什麼 交易是否已經完成 就是 商品服務已經提供我們就承認收入囉 就是賺到了 那這個 商品或勞務已經取得已經享用了就是用掉了 我們就要承認 費損這是全責基礎 其他還有什麼假設 還有什麼假設 企業個體對 企業個體是什麼 企業是一個獨立的跟老闆是要分開 對分開 只要看到老闆怎樣啦 商店怎樣那就是企業個體 可以嗎 業主提取商品自用 就是因為企業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所以請問 業主提取商品自用 對商店來講 對公司來講 是內部交易還是對外 對外 因為它是兩個不同的個體 所以才叫 對外交易 OK 好 那 報導期間假設 企業的生命把他因為繼續經營嘛 我們把它砍成一段一段一段 變於幹嘛 變於計算損益 這是報導期間 那常見的報導期間 歷年制啦 對不對 1月1號到12月31號 好的 好 那貨幣評價 考最好 貨幣評價就是第一個 能用金額衡量才能入障 第二個 物價變動不大我們忽略 幣子的變動 那基本原則裡面 你一定要知道 第一個 請問你什麼 資產跟 負債如何認列 按 成本認列 這就是什麼原則 成本原則 那成本主義通常用什麼指來表達 限制 利息是不能加進去的 可以嗎 好 那一般情況之下 我們東西賣出去了 就可以承認什麼 承認收入 這是什麼原則 收益認列原則 但不是只有賣出去才可以承認 有些東西 只要生產完成就可以承認 比如說你人家會保證收購的產品你就不用等賣掉 對不對 你只要已經符合收益認列的條件他就可以承認收入啦 就是跟你講收入可以認了那就是收益認列 好 那再來 什麼時候要記廢損呢 什麼時候要記廢損 什麼時候要記廢損 記廢損的就是廢損認列原則 或者 同步跟你講收入要記的廢損也要記 這也是廢損認列原則 所以這兩個很 大的不同點 收益認列只強調 只強調說收入可以記 收入還不能記 這就是收益認列原則 廢損認列原則就要記廢用喔 比如說年底要提責救啊 責救是廢用來廢損認列 年底要提代賬 廢損認列 或者是 銷售當年度 銷售當年度收入是不是記了 應預估所有可能的售後服務保證費用 售後服務保證費用 保固成本嘛是不是在賣掉當年要認列 所以收入記的廢損要記 那就是廢損認列 好不好 那其他項充分揭露等於完整性 該讓人知道的事情就要讓人知道期末至少編幾張表 四張表 而且還要加必要的付助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有很多項目要分開列勢 不能互相抵銷 譬如說 應收帳款借餘跟待餘的不得付底 淨貨退出跟淨貨不得付底 這都是充分結論 OK 好 那 例外原則的部分呢 你主要就是注意到 那個行業特性 特殊的行業可以用特殊的方法 要兩個特殊喔 只有行業特殊 或方法特殊那是不夠 要兩個都特殊才可以 好的 這是行業特性 OK 好 那下面這個屏幕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第五題的部分 下列有關會計原則的敘述 錯誤的有幾項呢 第一個 期末 因收帳款提對待帳損失 符合重大性 剛才有講過重大性是什麼 基本上強調 金額重大的東西 我們要仔細處理 金額相對比較小是不重大 我們就是用簡單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跟重大性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你要硬要可以嗎 好 那所以這個呢 是屬於什麼 呆帳損失化起來 廢損嘛 所以廢損的認略 這是廢損認略原則 其實隱含 穩健原則 但是現在的書 你們發現高三我們都沒 高一還有看到穩健原則 高三都不見了 所以現在都不提 但是 精神還是有 因為這個呆帳已經發生了還是還沒 還沒我們就要先入帳嘛 就預計損失嘛 所以他有穩健的概念在裡面 好 第二個 不同的資產採用不同的折救方法 違反一致性嗎 本來各個資產就有適用的方法 是這個方法用的時候 假資產 用了 A方法 以後每年都要用A方法 不是說甲、乙、丙、丁所有的資產都要用相同的方法 不是 是 某個資產用的方法之後 前後一樣 那就叫一致性 OK 而且 像我們商業關係法有講 不動產廠房設備 可以 各種資產的 採用不同的方法 可以分類綜合計算資 對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並不違反一致病 自信 所以二也錯 第三呢 這個 業主的 土地 以公營 土地的公營價值作為 入帳的基礎 投資的時候 用公營價值 這就是成本原則 因為當時真正的成本就是公營價值 第四 雜誌社在期末預收客戶的訂閱費 如數列為收入 收到訂閱費 就等於收到訂金嘛 你的雜誌可能就是一整年 他要雜誌寄出去才可以承認收入 而不是在收錢的收人員 濃濃 好 這是 財務報導的觀念架構 只要品質特性這些注意 好 在 谢谢大家